本来我想自己单独刷 正好也测试一下FL5在山东合泽赛道 当天的状况之下 以我的能力极限能到多少 结果零帅统维赛的负责人 本地地头蛇宋飞同学 听说我要刷FL5 下午三四点就特意帮车主把油价满了 零刷圈之前还非得让我一定要做他的副驾 我连续拒绝了三次 都被他强行拽进了车里 看来他不仅想白嫖泰宝R 还想同车PK 把我当场拿下 于是头两圈呢 就是宋飞同学带着我刷圈 成绩是1分45秒9 比我中午的成绩快了足足1秒4 这不禁让我瑟瑟发抖 但我更关心的是水温油温居然还是过高 宋飞同学连续飞了两圈之后 水温来到了115度 油温来到了140度 跟中午差的也不是很多 唉就真的离谱 可能这个截图放上来你们不一定能看得清啊 没关系 宋飞下来之后 我紧接着就上了 当然我上的时候 初始水温87度 油温是105度 那你们就看看我再飞两圈 温度会到多少吧 顺便再预测一波我的成绩 能否战胜合泽本地地头蛇 如果不能 圈速会差多少 发个弹幕预测一波 接下来就让我来拉爆这台车吧 好的 开屏就是取近通游 七拐八拐三连弯 暗示大家都把三连交一交 撑出大直道 泰拔山东合泽飞行圈正式来了 现在的泰拔车重1440公斤 尺寸也大了很多 浑然没有之前老派JDM那种灵动飘逸的感觉了 完全变成了一台彻头彻尾的欧洲钢炮 关键是还他妈贵 活成了他们自己当初最讨厌的样子 不过我个人除了价格 其他都可以接受 毕竟我本来对传统的JDM性能出也没多大兴趣 而且这时代本身也没多少有意思的车了 这车屁股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灵活 但弯中抓地力非常的好 虽然他声望都是假的是音响合成的 但这就像小媳妇嗓音都嘶哑了 还在卖力发声讨好你 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 各位不要误会我说的是唱歌 另外他的人车沟通感确实降低了 总感觉像隔着棉衣脑痒痒一样 身上一堆高科技加持 电子味也变浓了 散热还存在瑕疵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这个地球上最强的前驱车 当然了是在散热没出现问题之前 那么问题来了 我兜里有30万预算 饥渴难耐 谁要割爱 记得联系我 这预算比引爆 而新车还高了一倍多呢 很够意思了吧 进入7号弯 有点推头 刹车点其实并没有错过 但轮胎有点过热了 一个弯丢了0.3秒 请大家把李伟龙菜机 再次打在公屏上 90连续弯 需要特别的耐心 还需要在弯中降挡 这车的自动补油功能 在这就特别好用 换挡手感也非常顺滑 本田虽然没有什么牛逼的双离合 但人家至少给配个手动挡 这就特别到位 前方12号弯 这个弯带着下坡 特别容易推头 千万不要去平板刹车 一旦失误 就会丢掉大量的时间 这个弯我过得还不错 但是前方突然有一台慢车 这台车明明要回屁房 却不走最左边 而先走最右侧 再回到最左侧 这种迷幻操作 真的非常危险 逼着我只能提前刹车 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场面非常的惊险 大直到的速度 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最终冲线 1分45秒6亿 接下来我又冲了一圈 圈速虽然更快 跑到了1分45秒49 但因为篇幅有限 车载我就不放了 如果第一圈 没被那台迷幻操作的86给挡了 我相信第一圈反而会更快 这车还挺好开的 挺顺的反正 这个车在这儿啊 没有那么跳 就是网上有很多人 说这个车很跳 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在这个赛道 其实这个车并不跳 那可能路况不行 因为原厂别人骑不应该特别跳 对 反正咋说呢 绝对是一台非常好的车吧 但是我没想到它散热还是有问题 可能也与这个没换过油 就是用的油太原厂了 有关系 有可能 可能用赛 赛化一点的油能耗不动 对对对对 这台泰拔副驾待人 在山东合泽赛道的圈速成绩 是1分45秒49 是1分 remains